5月24日,还没爆出黑比新人女团Lisa Film官方站好停更的消息 而停更的节点就是金嘉兰暂时退出组合的那一刻 说白了,就是其他五位成员不配拥有物料 这样的情况让汉流网友难以接受 本来五人舞台获得了一致好评 结果没有任何宣传 只能说前IZ1成员,工学校良和精彩员是真的倒霉 South Music官推在Lisa Film出道后 每当组合上节目之前的两个小时 就会发文告知粉丝节目播出的时间 但现在已经不再更新女团的行程了 通过停更的时间,大家也能发现 就是金嘉兰被试锤霸凌的那一天 要知道,组合只是暂停了一天活动 之后的打歌和其他活动照旧 可惜五人舞台没有任何的物料出现 汉流网友对这样的情况也是一颠倒的抵制和炮轰 甚至表示,在黑比娱乐园里 组合没有金嘉兰等于解散 也就是Lisa Film捡到金嘉兰等于零 本来汉流网友并不在意金嘉兰的推团 而且,大家还表示 没有金嘉兰就会更支持该组合 可黑比就是铁了心了 要保金嘉兰 甚至在霸凌处理出这样的铁证曝光之后 黑比依然颠倒黑白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你的院讨